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诞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 中国需要一种能够打到美国任何一个角落的固态燃料洲际导弹 来取代原来有的容易被摧毁的东风-5 所以就有了东风-41 提升核导弹实力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反导能力的逐渐提升 随着一系列反导系统的逐渐落实 对于中国的核威射能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作为东风-31的改进型 最主要的改进部分是基于MIRV技术的应用 和原本的常规单一弹头型号相比 其前三级并没有任何的差别 最上级理所应当的就是能够携带多个弹头的弹头舱 里面当然是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各种类型的诱饵 在核第三级分离以后 弹头舱开始推进 投放子弹头继续推进 当然一般有多少子弹头 这个弹头舱就会变轨多少次 以攻击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多个目标 东风-41可以携带多枚50万吨当量的分导式弹头 但是只在携带3到4枚的时候 才能达到极限射程11000公里 对于美国实现全境打击 虽然说这种导弹最多能够携带多达10枚弹头 但是这个时候射程会下降到6000公里 失去其威慑的意义 在电脑控制下 分弹头能够独立攻击并摧毁不同的目标 而且还有特殊的诱饵 用于吸引拦截导弹悠行进行攻击 作为固体火箭发动机导弹 末端使用燃气垛进行驱动 能够使导弹改变自己的飞行轨迹 从而有效突破拦截和封锁 同时利用了RV技术 实现弹体和分弹头独立连轨 使得所有分弹头都拥有自己的独立弹道 或使防御方发射更多的拦截导弹 降低其作战效能 由于自身总量已经达到了公路的最大承受极限 东风41只能使用热发射系统 用于减少发射系统的总量 来保证能够在通行的时候不损坏地面 但是由于燃气射流的缘故 发射后对发射平台会造成严重损害 并且对周边地区有一定程度的环境需要 发射系统的发射系统的发射系统